教师是一个国家教育成败的关键因素 要培养出有素质的学生 就必须要有高素质的师资团队 那一般上要申请成为独中教师 最低要求是你必须要拥有大学的学士学位资格 那有没有教育专业文凭 其实那不强求的 因此呢部分的独中教师 其实并没有接受过职前专业训练 为了提高独中教师和专业的水平 董总和育才基金合作 提供在职教师奖学金 让教师在没有经济负担的情况之下 进修教育专业文凭的课程 为了提升独中师资专业发展 董总和育才基金今天早上正式签署 华文独中教育专业文凭课程奖学金合作协议 育才基金将再次资助50万令吉 给董总主办教育文凭课程 让独中的在职教师 可以利用学校假期的空档 接受有系统性的师资培训 今天我们再一次播出50万 给董总主办的教育课程 合作与对象是与台湾国立高雄师范大学 和台湾国立章话大学负责指导 将共有146位的来自全国的 独中老师受惠 根据董总今年的调查数据显示 在全国独中4857名教师当中 只有53.74%的教师 拥有教育专业文凭 虽然跟四年前相比 有机会完成教育专业文凭的教师 提升了14.17% 但是距离董总设下的目标 还有一大段距离 全国王文都中教师 既有教师专业的资格的人数 是大到90%的任务 尚有一段很长的距离 我们相信每位教师 一旦经过教育专业的培训之后 就能够更有效地发挥它 专业的教导学生 从2015年成立至今 玉才基金已经拨出100万令吉 来资助独中在职教师 完成教育专业文凭课程 并且有311名独中教师 从中受惠 未来玉才基金 也将继续跟董总合作 透过资助教师进修课程 来提升独中的教育素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